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所以有时候你们多看看菩萨的像 你们就知道什么叫像好庄严了 我们修行修到后来 要真正的在内心产生一种与众不同的这种相貌 这种相貌就是非常的清净 非常的不贪 用现在话讲 你的眼睛里没有贪 没有恨 没有愚痴的眼神 你看很多人 傻瓜 精神病人 你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他傻傻的 他眼睛闭着睡觉的时候你看得出来吗 他眼睛一睁开来 你看着他眼睛就是个傻瓜 所以眼睛里要端庄 要清净 能够让自己的心要得到清净庄严 所以不要影响众生的心的一种宁静 所以众生得益 自身才会得到法益 你给别人创造了一个庄严的像 你会自己得到更多的法相庄严 所以你去看 一个女孩子 人家在说那种下流笑话 或者听那种不好的东西 你听都不听 看也不看就走了 别人会对你起庄严心 所以怎么样来解负众生 首先把众生身上的烦恼解脱 要讲善念 你想帮到别人 你首先要跟别人讲善念 讲正念 凡是正确的东西我就讲 凡是不善的东西我就不讲 你才能接近 亲近佛净土 所以要是天下的众生 都得到大的利益 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 其实你自己才是得到最大的利益的受益者 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吗 有的公司很会为他的下属 他的员工考虑 他对员工的福利 关心百倍 最后员工很卖力 帮他公司越搞越大 你们说说看最后是谁受益最大 就是他本人的 所以要叫你们要放下自己 要叫你们好好地能够禅修 让你们懂得法布施的重要 你布施出的庄严 你会得到庄严 佛净土的 所以师父叫你们要好好地改变 好好地来能够转化自己的念头 好 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在佛陀时期 在舍卫城的郊区 有一个果园里住着一位比丘 就是一个和尚 名字呢 叫做伊姑达纳 这个伊姑达纳比丘呢 他只能熟记一首佛陀所叫的祭诵 也就是祭语 但是呢 他彻底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每次他读完这首祭诵 果园里啊 虽然没人啊 但是那些树神啊 就热烈地鼓掌和称赞 这就是你们看不见 听不见 但是有功能的人 古时候有很多人都有神通的 他们就能听见 有一次呢 有两位博学多闻 并且常常说法的比丘 这两个人抱出去说法 他们带着一群徒弟经过这个果园 他们就问了 伊姑达纳 这个比丘 你在这么偏僻的地方 说法会有人来听法吗 这个伊姑达纳很老实啊 他就说 果园的树神 他们听了我讲的 还多会鼓掌称赞呢 这两位比丘啊 心想你在说什么啊 他们就在园中 既然你说书神会 那么我们也来讲讲看 哎呀 在园中说法 在这个果园里边说法 这两个人平时就很会说 到处去弘法嘛 哎呀 这个叫蛇颤莲花 就是蛇头啊 这个蛇巧啊 像莲花一样 讲了很多很多滔滔不绝 如长江大河呀 所以过去为什么人家说 这个人讲法讲得好啊 滔滔不绝啊 你看看长江的水啊 或者像江河海水啊 一浪接一浪 它不会停掉 那么讲得很好 讲完之后呢 没想到果园里啊 静悄悄 一点声音都没有 连树叶落地的声音都没有 没有声音的了 他们呢 一想 哎呀 你不是说 树神会鼓掌吗 那么 怎么没有啊 来来来 伊古达纳法师 请你来说法吧 这个伊古达纳法师啊 他就会这么一手寄送 他又开始讲了 他一讲完之后啊 这个果园里啊 一如往常一样 响起了 叮叮叮叮叮的掌声了 并且大声地叫好 大声叫好 这个时候呢 这两位比丘的徒弟们呢 他们就 也听见了 因为过去的 这个比丘啊 都有一点神通的 他们觉得这些树神啊 有些偏心啊 你看对伊古达纳 怎么这么好 他就讲了这么一点点 而我们讲了这么多 他们感觉到 他讲了这么平常 一点都没讲了什么 为什么 他们没有鼓掌 为什么对伊古达纳法师 他就鼓掌了 后来佛陀听到了这件事 他就对弟子们说 佛陀就说 比丘们 我不认为 听了许多经典 常常说法的人 就一定精通佛法 不多讲呢 不是说你今天 常常说法 你就一定精通佛法 相反的 虽然听的不多 但是呢 却能体会真理 就是理解 而且经常保持正念的人 才是真正精通佛法的人 精通佛法的人 所以从佛陀的开始 就让我们知道 佛法的核心 在于你要亲身体正啊 就是师父跟你们讲这么多 你们自己要去体悟的呀 师父叫你们念经 念了吗 念了之后 好不好啊 好 有效果吗 有 这叫体正啊 你们看看 每一次法会 前面有很多佛友上去做心得 都是他们的体正啊 你看他们讲得这么好 自己家里的亲人 怎么样身体变好的 师父又不知道这些事情 所以他们亲自体正的 能够让台下啊 这么多的观众一起鼓掌 感叉 分享 所以就是让我们知道 学博人要保持决心 要活在当下 也就是说 要真正的能够理解佛法 实际上你就是在行佛 你念了再多 你什么都不懂 你没有受用啊 你没有让这个佛法 让自己受用 所以很多人经常打进电话 跟师父讲 师父啊 我念了几千章啊 你用心了吗 你有感恩心吗 你有体悟之心吗 你不是赶时间赶张数啊 你要用心啊 而且要护持着佛法的 用心的来念 你才能成功啊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 不管做什么事情 要亲自去做 不要完全听别人讲 要验证 要体证 体悟 在生活当中 我们人烦恼不断 所以学佛也要念经 来改变 要体悟 我是不是念了这个经之后 我的情况改变了 人不能离开社会这个群体 所以想改变 就要与人为善 所以很多人连善都做不到 你叫他怎么学佛 宽容大度的处事 待人 尽自己可能的 在不伤害别人自尊心的前提下 诚恳的 慈悲的 用妙法去化解别人的烦恼 鼓励他去改变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的道理就是说 你们尽可能的 不要伤害别人的自尊心 虽然自尊心要不得 但是他刚刚修完 你还是要给他面子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师父 对在我身边的孩子 特别的严格 对有一些离的师父比较远的 师父就特别的照顾他们 不是当了面 马上让他觉得下不了面子 所以要懂得救人 要学会吃亏 哪怕受骗 你只要用妙法去救他 哪怕对方顾忌重演 因为现在的人 做错事情 他还会再来 他不会接受改变的 这是一个反复 这就是一个轮回 所以师父叫你们 不要跟对方 为了救他 到了最后 接下了深仇大恨 给别人一个悔改的机会 哪怕这个人伤害过你 在生活当中 在家庭当中 在工作当中 他曾经伤害过你 你也要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 就是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所以假如别人得罪了你 你不计较 不报复 反而原谅宽恕他 在他有困难的时候 你还想到去帮助他 对方一定会被你感动 这就是学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你们记住了 在这个世界上 只要功夫生 铁除魔成真 要靠你慢慢慢慢的去做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件事情是做不成功的 除非你不想去做 或者你半途而备 你只要肯去做 一定能够成功 所以学佛人要精进 彼岸就在你眼前 我们生活就是在学佛 就是在做菩萨 佛不在天边 静在眼前 我们要努力的修行 行善积德 你就是人间的菩萨 我们要广度有缘 慈悲惜舌 你就是人间的佛 所以师父希望你们 好好地学佛修行 给自己多一个清净心 多一个创造 慈悲的机会 每一天活在精进当中 每一天 改一点自己身上的劣根性 你会勇往直前 你会看到菩萨的佛光 在指引着你 在牵着你的手 永远地走向佛道 谢谢大家 好 我们下一次继续我们的白话佛法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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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